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根據德國媒體《體育圖片報》的報導 強浩斯、葛斯和湯馬斯·梅拿等三名德國球員都拒絕了沙地球會的文革 《體育圖片報》表示 沙地球會瘋狂的隱瞞還再繼續 他們最近文革了三位德國前世界杯冠軍成員 強浩斯和葛斯的經理人都表示收到沙地方面的聯繫 但就透露二人並沒有興趣前往沙地發展 對於這兩名德國球員來說 他們都更想留在歐洲發展 強浩斯和黃馬做約了一年 而葛斯亦和法蘭克福做約到2026年 此外,沙特拉伯的球會 亦都接觸了第三位世界杯冠軍成員 湯馬斯·梅拿 但是這名拜仁球星 對於轉會沙地聯賽並不敢興趣 我是阿斌,多謝各位收聽 和按讚 前央瞳季立地風格 數字幕提供 8 5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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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9 9 10